榴莲当头 自由高照 记得要准时收听榴莲台 DurantFM 大家好 我是蒂勒梁游诚 榴莲当头 我是恩茨 自由高照 我是威廉 天马星空 我是妍妍 是 我们今天的课题要跟大家讨论 新济元 新济元算是大学了 升格大学了 那么呢 其实新济元 我们也出了不少人才 包括啊 你想说你自己是人才 对不对 没有 我要说YB刘振同 不敢自己戴高帽 等你说 你还留在马来西亚 不算人才 去了新加坡还算人才 那你说YB OK YB是国外留学回来 我也国外留学回来 骄傲就是光明正大 自自好好的骄傲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等别人开口 就要逼威尔赞我 那其实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就YB 就也非常的关心母校 那她本身在 10月的时候呢 就有跟我们的 这个新济元学院 做了一些交流 或者提出她本身的一些建议 不管是从 她的理念实现 到从组校地等等的 不同层面来 谈论新济元的一些方向了 那毕竟我们可能要追溯 到本身新济元的一些历史 当初为什么会有新济元学校 因为它是一个 算是民办的学校 那当然从中也要说到 以前那个南洋 南洋大学 本身被关闭啊等等啊 大家还有一股热忱 觉得说还需要一个 属于我们的教育 所以慢慢就有这个 很多人的努力 共同一起来办理 这一所新济元的学校了 那么当然我们在整个 环境底下 我们也可以看到 本身的一些发展 那当中我们看到她在为了 升格大学这件事情了 做了很多的调整 当然也有人会做一些质疑 那说哎 你为了要符合大学的一些 国家的资格 你可能做出了一些牺牲 或者是一些 放弃了当初的一些原则 当然也有些人认为 就说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做 升格为大学 我们就必须要符合国家的资格 等等这个各个方面了 所以到底现在新济元的前路 应该要如何的走呢 毕竟它是来自于 我们社会大众的一个 怎么说爱心底下 建造起来的一个学校 高等学府 那相信大家也很关心 它何去何从 那另外的同时呢 在华家内部有一些矛盾 我们也知道在东总方面呢 又有自己本身的内部讨论 矛盾 导舟行动 最近在看到很多的新闻 也是在说里面的一些内部矛盾 也看到很多的篇幅在报道里面的一些 包括叶新天 还有周瘦翰 他们本身所领导方底下的一些问题 所以到底在两方面应该如何的 就是要顾到内部呢 又顾到这个新济元的发展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非常不容易了 因为新济元本身呢 像你说的一开始 可能类似是属于民办的这种大学 应该是学院 但升个为大学过后呢 为了要符合政府的一些政策 可能他必须做一些调整 尤其在课程方面 因为毕竟呢 如果没有办法符合的话 你是很难通过 或者被国家的这个教育 教育机构机制下所接受 而且当初也闹出了几个风波 比如说测换老师的事情 像我本身科系的老师 大地震全部被撤走了 因为他们需要 就是应该是在这方面资格 要符合政府要求的师资 虽然他们的是非常棒的老师 但是因为一些资格 就是文凭上面的 没办法满足 就是说这个文凭 你得到这个文凭的大专学院 是不是获得政府的承认 对 因为老师的文凭 符合政府的一个要求 来升个大学 所以老师都被撤换走了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你要在马来西亚 这样子来发展 符合国家整个方针 当然这个可能只是暂时性的 也许未来呢 他会一直做这个调整 因为不同的 一朝天子一朝尘嘛 对不对 所以不同的这个领导人呢 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政策出来 那今天我们谈的 新纪元的这个内忧外患 就包括了他里面所面对的问题 然后他里面的一些人呢 当然又overlap跟董总有这个关联在 那就变成了两方面都面对这个问题在了 那究竟为什么会有那么吵 那么多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也还需要真的 他们内部的人来 跟我们大概了解一下 尤其是新纪元的 这整个方向未来会怎么走 在昨天我们就看到 刘振东他本身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他是他提名为为下一代的社会力做准备 他指的社会力呢 应该指的就是新一代的这个培育出来的人才 社会所需要这个人才 对我们要教育什么样的人 培养什么人 什么样的人才出来 那其中几个方面呢 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包括了说就是目前的一些科系 他说认为说新纪元应该专注在开办一些文学 文学院经济学院 或者是一些教育学院 专注在这几个身上了 那因为呢 他还有提到说 因为如果有些部分是需要投资很多的资源 包括你看那个资讯公益系 他们需要投资很多的一些器材 或者研究等等 那如果说这个大学没有办法作为研究 做底蕴的话 可能并没有办法做得非常好 所以与其把这些钱 如果投入在农学院啊 或者是理学院或者是一些资讯公益的话 不如把这些钱投资在图书馆上面 那如果就是可能更加的专注在文学院 经济学院跟教育学院这方面了 对 所以他泱泱沙沙沙写了这个 我看应该整万个字吧 应该有 然后一大篇的篇幅 有总共提到十个点 这十个点个别都是针对这个新纪元学院 应该怎么去发展啊 然后新纪元现在目前的发展有什么事 他认为是不太恰当的地方 应该怎么样去做 他就写在这一篇文章当中了 对 还有一个很 呃 醒目的点 就是马来西亚 高教的面对的两难 这个点哈 现在现在在大马有两类大学 第一类大学是国立大学 第二类大学是私立大专 呃 那么在国立大学这方面啊 这是党营的企业啊 军政管理 打压意义 重复着巫统意识形态的一个大学体现哈 之前我们看到马大类似的就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 好像是有这样子情况出现啊 大家自己去判断 在另外的一方面和私立大专啊 私立大专都是以私营化为主 私营化为主 就以商业利益为主 商业盈利机构为主 那么一个是以一个国立他所说的 他意思上所说的国立大学是以政治导向为主 那么私立大专啊 是以经济导向为主 那么是不是在我们国家能够存在第三类的大学 这第三类的大学呢 就是非政府非盈利的第三条出路 呃 这样的一条出路 呃 他是建于建于强权政府大学和赚钱私立大学之间的一类大学 呃 呃 但是呃 但是我我去有这样子一个畅想了 我们要建立一个最好的大学 但是具体这条路应该怎样去走呢 呃 看来还是呃 像刘振东哈 他他比较年轻啊 也比较有冲劲 也比较有激情 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不按主流的 反其道而行的 写自己的规则走自己的路 才能够改变整个格局 所以他到今天还是没有办法走到走进主流当中 因为他就是要走这些路 你看 他开拓新的一条路了 是当你提到非政府非盈利的这个第三种类大学啊 呃 他是一个很理想化的大学 但是首先我们先提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事情 饭碗 如果你一间大学是非盈利的 请问谁会去经营 你一定要付一些钱 然后那些钱从哪里来经营经费哪里 这是最基本要解决的问题 而目前 他举了一个例子 说美国啊 哈佛大学啦 耶鲁大学啦 这些最好的大学 都是非政府的基金会和教会创办的 请问 没有任何的利益 请问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费是多少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查一下 就知道这个是非盈利大学 你需要付多少钱去上 非政府基金会啊 运作 不过大家还是有可能去查一下 看那个费用是高还是不高 但不过他申请奖学金的几率也很高 那奖学金几率也是 所以要看说不同的机制 像因为我们青青园本身就是个民办大学 他要做的方向 我相信也是跟他们是一样的 所以但是当然有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了 所以就会出现了一些状况 大家看看另外一个所提到的 就是也非常重要啊 就是要培育老师这件事情 特别呢 是当然因为整个华教嘛 他们也提到说 如果可以培养更多的师资 优秀的老师们呢 那可能甚至呢 之后可以跟我们的这个 其他的学校啊 比如说跟读中做一些连结 来培育更多的识资 还有包括了就是语言的方面 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感觉上啊 就是都是其他语言不好的 只有中文好的 会到新晋园区那边念书 那也希望呢 有提供更多的资源 让学生可以有更多的语言能力 包括像英文或者是其他的语言 以便呢 就同学毕业后可以跟社会 可以比较容易融得进去 当然除了语言是其中一个关注点之外 就是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呢 也必须有做一个培养 在刚刚刘振东文章里面提到说 国际大学是党营企业 军政管理 打压意义 这个什么重复无统意识等等 但奇怪的 奇怪的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发现到很多在搞这个社会运动 这个学运的人士呢 好多都是来自国际大学的 所以如果说这种 什么巫统的意识形态啊 这样子的话 可以真的成功的话 你就不会培育出那么多 是反他们政府的人了 所以你要怎么去 他是站在 他是这个 要考虑他的立场 对 他的立场 他当然会这样子说 所以这个只是另外一种说法 当然 施力大专是盈利导向 这点也没错啊 因为你施力大专 你没有盈利 你怎么去运作 刚刚我们不是说新加坡是怎么样了吗 新加坡是用高薪养莲之外 还要任人为财 所以你任人为财 你还要以适当的这个薪金来付给他们 他们才愿意去做 如果你一间大学 你需要人才来教育的话 你用什么来付给这些人才呢 有多少的这些顶尖人才 愿意不收分文的来去教导 或者是培育下一代呢 所以这些都是 他是很理想 但是要做到呢 挺困难的 我是在你的话里 九转十八晚转回来了 然后转回来了 是确确实实在这个商业运作里边 还有在这个以政府为导向的运作里边 教学教育嘛 教育是与百年树人 百年树人什么教育为本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百年树人 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最好在教育里面 不要掺杂政治 最好在教育里面也不要掺杂经济 这是最好的一个教育节制了 是 好 那我们线上呢 就联系上董董的副主席 也就是徐海铭先生 喂 徐先生 早上好 早上好 是 是 我们这边有三位DJ 就恩慈 有我 威尔 还有盐盐 是的 我们请先 大家好 早上好 是 那我们今天呢 要跟您来谈一谈的 就是新纪元的一些方向迷失 或者是内忧外患 所以呢 我们昨天就有看到 这个YB也提了一些 刘正东发表的文章 提供了一些他的看法 那包括了就是一些 比如说他本身的一些科系的规划 当然还包括了一些像是 学校的办学方向方针 不知道您有什么看法呢 我有看过这个刘正东这篇文章 嗯 那么我对他的看法 是 有些是认同的 大部分是认同他的看法 但是有一小部分 我也是有一些意见的 嗯 但是总的来讲 新纪元学院呢 它是一所我们民办的一所学院 那么其实新纪元学院的 这个 它其实它的背景 就是我们一路来都强调说 它新纪元学院 其实它是延续这个南大的精神 以及当时华人社会要创办 独立大学的 一个 这个 不成以后啊 在 在 在创办的一所学院 然后也是 也是用这个 这个独立大学的 这个校子 来延续这个 这个华文教育的 这个 工作 也就是说 我们 华人社会一路来都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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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办一所 这个 这个华文的大传学院 但是在 申请过程中 虽然 这个 经济人学院 这个教学没介意 并不是 完全是 华文华语 但是 我们 这个 结果我们也承办下来 不过现在呢 就有它的中文系 也有教育 教育 在培训这个师资方面 也做出很多的 贡献 我想 经济人学院 它既然现在成为 要将来 升格为 这个 大学学院 应该 它的方向是 要朝向 比较 这个 我们 这个 肩负着那个民族 这个教育的使命 一定要把重点 放在 中文系 和 教育系 我认为 中文系的发展 是 是可以继续的 延续下去 然后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目前我们 我国的 六四所 华文读中 那么 我们的 师资 这个 大概有 四千多名 那么 由于这个 读中的师资 很多都 都是 大学 本科 毕业 那么 很多都需要 再 再次的 培训 包括 教育 或者 这种 教师 专业的 这种 培训 我想 经济人以后 可以把 重点 放在 这方面 因为 目前来说 我们马来西亚 还没有 一个 这个 机制 来培训 我们 华文读中 的老师 所以 目前我们的 老师 大部分 都是从外国 毕业回来 虽然也有一部分 好像在 中国 台湾 这个 师范大学 毕业的 但是 大部分 都是 本科生 比较多 那么 结果我们 还需要 大量的 再次的 培训 那么 依据 目前的 统计呢 大概是 百分之 六十 以上啊 还没有 这个 这个 教师 专业的 培训 所以 董总 目前正在 进行 这项 工作 希望 能够在 十年内啊 把这个 教师 专业的 工作 做好 那么 我想 经济员 学院呢 可以在这方面的 攀演一个 很重要的 角色 况且 我觉得 我们现在 目前 东南亚 这些国家 包括 印尼 菲律宾 泰国 柬埔寨 越南 这些地方 都是 一直在 提倡 这个 华文 教育 而且 很 很 很大量的 去 发展 所以 我认为 那些地方呢 东南亚 一带的地方呢 就是要 也 严重的 缺乏 这个 师资 所以 我想 经济员 将来 可能 可以的话 就发展 成为 我们 东南亚 一带 华文 师资的 一个 培训的 一个 中心 这个是我 相信 可以做到的 目前 经济员 其实 都有 跟这些 国家 好像 印尼 之类的 东西 他们都有一些 联系 他们 印尼的 这些 华文 教育 工作者 都希望 我们这个 新济员 能够 叛远 这样的一个 角色 我想 在 升格 成为 大学 学院 以后 新济员 能够在 这方 叛远 这个 角色 这个是 我的 我认 我认为 这个方向 是应该 考虑的 所以您的 学生 您的意思 就是说 要把 新济员 定位为 它是一所 专 培训 华文 师资的 这个 大专 学府 是这样子 一个意思吗 就是 专 教中文的 不是 不单单 马来西亚 同学 生育东南亚 这个 奇异性的 一个中心 为什么不是 培训一个 培训一个 就是 不单只是 专教中文的 老师呢 是更多 应该 应该是 不是不单单 不是单单 就是 师资 就是 中 华文师资 这个不是 中华文 这个华文中学 这个 华文学校 或者华文中学 的师资 所谓 以华文 作为 教学媒介义的 师资 明白 他就是 事实上 不单单中文 是单单中文 就是师资的 培训 他不单单 不是 中文 中文系 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 其实这类型的 师资呢 就是 就是说 中文的 这个老师呢 当然他们会 其他东西 这些老师 为什么 我们需要 提供给 这个东南亚 国家呢 东南亚 其他国家 其实如果 他们真的要的话 中国多的是 台湾里多的是 为什么一定要 由马来西亚来 培训出来 因为我们 这个 这个 他们的国情 比较 比较相似 我们的情况 所以 他们这边 他们的 假如说来这边 他 又又在 地理上 他比较接近 还有可能 还有可能在 费用上 也不会这么 昂贵啊 是 所以 我们要在 交往方面 也比较方便 所以我们 是有条件 做这种东西 这是 这个 这个也是一种 一种 从经济 经济效应来讲 也是一种 另外一个 一个 管道啊 是 可以发展 这方面的 这个 领域 对 理解 因为我们也了解说 有在这方面 有一个 一些的经验 等等的 非常适合 做教育 这个部分 但是如果说 这个时候 要分散 投资的话 会不会来 做专注 会来的比较好呢 比如说 我们所了解 可能现在想要 成立的一些 理学院 或者是一些 农学院 我们看到 外逼呢 有建议说 先放弃 这一个部分 而是专注的 在做 现在目前 已经有的 就是刚才说的 经济学院 教育学院 就专注在 这个部分 包括你刚才提到的 就师资的培育 这也是非常重要 那你认为说 放弃掉这些 理学院 农学院的话 我想大家会 有点误会 其实我没有说 经济员 假如升 过为大学学院以后 他肯定 又有很多 重要的科学 要去发展 我是照样的去做 不过我们 因为新济学院 本来就有 肩负着 民族教育的 那种使命啊 所以我们 应该把一些 重点放在这方面 所以我的 应该我的 我的讲话 是在这方面 所以不是说 我们的重点 放在这边 其他就不去做了 当然这个 不是这样子的东西 可能新校园啊 这个假如升 以后发展 那么这个 就必须要多方面了 要形成一所 很成功的大学的话 就不能够 单单在这方面 不过我们 就是说 我们建设 新济员 有过去 那种历史背景 有肩负这样的 一个任务 和使命啊 所以我们 不要忘记 我们原来 这个使命 我们要 放一步的重点 放在这方面 其实刚才听 对听 许先生说 新济员的 主要的 办学院 办学的方向 还是为了 传承华教 什么 就会培养 培养 新一代的 华教的 一些中间力量 对 但是现在 YB刘振东 他第一句话 就这么说了 他说 新济员学院 为何存在呢 他是说 为了下一代的 社会力 做准备 这应该是 他说 新济员的使命 什么叫做 为下一代的 社会力 做准备 还是 他的下一代的 社会力 做准备 就是你刚才 所提倡的 培养 华教的 中间力量 还是另外 有另外的 一层的意思 是 有一举同工 的作用 差不多是 形式是 很相似的 很接近的 有些相似 同时 他其实 也说了 就是说 什么叫做 为下一代的 社会力 做准备呢 他说 新济员学院的 校风是自由的 氛围也是自由的 那么这种 校风和 自由的 校风和 应该是 公平 自由的 校风 对很多 学生来说 对于人生 选择都有 深远的 影响 那么 同时 他也说 前我们 在 那就是 前16年的时候 我们培养了 很多的国家的 国州议员 县市议员 多名的 市字和媒体的 工作者 那么 他这番意思 是不是在 下一代 为下一代的 社会力 做准备 也是 某些程度上 也是为了 培养更多的 或者是说 我们的人民 代议士 或者培养更多的 我们的 国会议员 和州议员 无论是 它是来自于 行动的 还是来自于 马华 我是认为 这样子的 一所教育机构 它的主要的任务 是培育人才 那么我们 就是下一代的人才 这些人才 就是包括 各个领域的 一些 人才 那么 我想 下来 这个 以后 这个 下来的 整个的 这个发展的 趋向 是人才的世界 所以 我们 作为教育机构 作为教育机构 就 必须要更有 规划性 以及 这种 积极性的 去培养 我们未来的人才 当然这种人才 如何去培养 适当的人才 在这个社会上 从事 这个 以便 这个 我们的 这个 整个 国家 社会 所需要的 那个 资源呢 这个就是 要看 这些大学 他们 去 的看法 以及他们的 作业的 那种 计划 如何进行 我想这个 就是 我们 不否定的 我们一定是 陪下一代的 其中 还有 应该是 刘振东 就外面刘振东 他也是 心济原学院理事会 中校有的 代表理事 是不是 想问一下 吕先生 是不是 许先生 是不是 在新济原的 内部 其实他也有 很多像 刘振东 这样子的 年轻骨干 存在的 这个 目前的 因为我 我本身也是 董教育中心的 董事 那么 我并没有 在这个 理事会里面 我只是 新济原教育中心的 董事 那么 成立这个 新济原教育中心 就是要来 创办这所 新济原学院 所以 新济原学院 的一些 日常的一些 操作的状况 就是由这个 理事会去进行 所以 我是 不是很清楚 里面的状况 是这样子 我们现在 有些 糊涂 就是 包括我们 六十所读中 你包括 我们华小 国民兴中学 就应该是 国家这方面的 还有包括 我们的 私立大学 你包括 新济原大学 民办大学 新济原大学 包括 拉曼大学 这些大学 它背后统筹的 那个组织 是哪一个组织 是董总 还是教总 还是 林林域基金会 没有啦 或者它是 独立的一个机构 是 每一个 每一间 这个大学 它 这个民办的 都是有 自己独立的 管理 管理层 都是有 自己的 那么只是 这个 新济原学院 它是 算是我们 民办的 一所 这个学院 而且是通过 那么 董教总 其实是受华人 社会委托 去进行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工作 进行 进行怎样的工作 就受华人的委托 进行怎样的工作 帮助筹办大学 是吗 当时就是创办这所 这所新济原学院 那么 管理这所 新济原学院 然后 去发展这所 这样 这个所谓 就是 这个任务 是这样子的 哦 是这样子 也就是部分的 有部分的董事 其实进行 为什么我 刚才我说 我们不能够 放弃这 我刚才讲的 这两个重点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 肩负这样的一个 使命 和有这样的一个 像华社的 的交代的一个责任 所以我认为说 师资的培训和中文系 我们是绝对要 还是要放一种重点 在这个 如何 怎样发展 这几样东西 包括我们这个 中华文化的那些 还有其他科系 可以影响到 中华文化的 这些东西 都可以在 在新济原 应该把 放一些重点在那边 既然一开始 新济原的筹办 是从董总 教总这方面 发起筹办 明白的 是不是部分的 董总的一些董事 或教 教总内部的一些成员 他同时也是 新济原里边 理事会的成员 是 是 是身兼数职 是 所以 所以有时候 就让我们 普通的民众 我们华社的 普通的民众 就会容易去误解 不仅 不知道这个出 假说 突然间 董总 或者教总 有一人出来 不仅不知道 这个话 代表的是 新济原的 还是代表董总的 还是代表教总的 就是有些混淆 新济原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他是独立的教育机构来 不过他的 好像董事会成员 他是有固定的一个数目 有董总委派 然后教总委派 还有这个独大委员会 独大我们有一个独立大学的 这个 这个委员会 所以有这个主要 这三个大组织 能够委派的一些代表 还有一些董事 是有 这个 这个 在这个 这个 会员大会 因为他有 他也有个人的会员 所以会员大会选出来的 在凑筑来成为一个 董事会 所以他是有多方面组成的 一个董事会的 那董事会和我们刚才所说 新济原的学院理事会 他俩是一样的 还是不同的 他是有 有些不同 就是说 理事会是由 这个董事会委任出来的 他的理事长是由董事会委任的 然后这个理事长 理事会主席才去 委任其他的成员 而且他们也有一个 规章固定了 所以 谢谢 我想不要详细地谈这个东西 好 那我想来解一下 以目前的状况来说 看到就有提到说 新济原的学生人数 有在下滑的状况 那有没有一些方案 是说希望以后 能够如何吸引更多的学生 来这边念书呢 这个新济原的 学生目前的状况 我是还不是很清楚 我根据院长的报告 是说 目前的学生还不错 还在 还非常稳定 那么 我们当然 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 越来越多 越多越好 所以我和院方 他们正在努力 努力去进行这项工作 造成的工作 那您刚才也有提到说 以中文为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有没有考量到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可以提供学生 有更多的多语能力呢 就可能除了中文很好以外 因为毕竟我们生活在马来西亚 那可能还需要英文 或者马来文等等的 这些都有 其实新济原都有 好像我们师资培训的 也有英文 作为教学没介意的 也有 所以我看这个多语 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的 缺席的环境 假如说这种多语 不是大问题 因为我们本 就是从小 我们的孩子 从小就有多语的那种基础 所以我想 只是在个别的一些 学生的那个状况 他的比较 他的能力 他的兴趣 我想多语对我们马来西亚的学生 应该是一个非常现成的一个学习的环境 对 许先生还在问一个问题 其实在新济原 您认为现在新济原 整个体制的发展 我们最应该的去改变哪些部分 或哪些急需的部分 需要最急迫的去改变 这个我对这个问题太大了 因为这个 我并不是一个学术人员 这个办大学的学术 这个人士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 我没有办法去打付你这个问题 其实我相信徐老 你也是华教的一代的 应该是老人 一代的一个长辈 我们受我们尊敬的一个长辈 其实我们很愿意去倾听长辈们 对于现在存在问题的一个建议和见解 当然这个大学 现在目前的大学都要具有现代化和多元这种性质 因为这个整个社会是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多元的社会 所以祝你教育机构也要配合整个社会的发展 才能够真正的培养整个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所以这个最详细的状况 详细的情形 什么科系 什么教学的这种状况 这个由带这些学者专家去分析 大概大方向是这样子 我们总是要培养一个多元社会 现代化的那种社会的人才 所以如何去鉴定 如何去创这个一些某个特定的一些科系 才能够迎合整个社会的需求呢 这个是由带专家和学者去他们去建议 好 非常感谢许先生您的分享 对 跟您的指教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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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有的时候还蛮挣扎的 包括多元跟银河社会需求跟走自己的路 你可能要走自己的路 但是没有人想跟你走 但是或许呢 可能在银河大中的时候 又会不会遗失了自己呢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是蛮两难的一个决定啊 就是刚刚听过了这个访谈过后 总觉得星期间要改变还真的不容易 因为就是方向 刚刚徐老所谈的这些东西呢 是不是之前一路来都在做着 如果一路来都在做着的话 到今天为止还是有面对那一外患的这个隐忧 就比较要怎么样的方式去改变呢 看起来还挺困难的 无论刘振东他提了这个试点呢 他说大致上他都认同 那如果认同换句话说 刘振东提的这试点呢 之前都已经好多都在努力当中 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实现 那为什么呢 这些问题还是始终没有碰到这个痒处 那我们线上联系上另外一位嘉宾 也就是林连玉基金的主席 吴建成校长早安 早上好 吴校长 对今天我们谈了 要谈新纪元学院的一些问题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学院 和我们的华文的大学越办越好 所以在最近的一篇文章当中 不知吴校长看没看过知识 刘振东先生 外面刘振东写的这篇文章 为纪元提出了十点建议 我首先想问一下 吴校长您对于新纪元 现在您认为它存在状况 新纪元现在是变成我们华教的一个包袱了 怎样这么说呢 那本来的这个开办呢 是要解决我们这个 独中生啊 这进一步的这个学习需要 就是高等教育的学习需要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要解决我们这个 所以我看我们要做一个总体的检讨 就是要问一个问题 新纪元学院还有需要提供高等教育 给这个读中生吗 那就是吴校长 你刚刚提到这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新纪元学院的本身 就是培训的这个中文师资已经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 就是可能也 OK 这是什么 不汤不水 那你觉得那是什么原因呢 第一 那第二个点你提到说 是不是这个开办给独中的已经越来越少了 是独中不独中生不愿意去报读这个新纪元 还是说因为国中生本来就很喜欢去这个新纪元 是到底什么原因 先对第二个问题提起我的看法 我觉得主要在于是新纪元脱离了这个 他的这个学生群众吧 就是说新纪元应该要跟这些独中保持很密切的关系 不单单是招生才来找这些独中 他的一些活动啊 应该是为独中生的学习成长而设 为独中生走进新纪元 接受高等教育而设计 这方面我觉得做的少 当然独中生这边也有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独中的董事会 本身看不起这样的一个母语教育体系 就是不鼓励 校长也好董事会也好不鼓励自己的独中生去新纪元图书 那这个是一个悲哀啦 这个悲哀啦 所以这个问题要很好的解决 我记得早期新纪元成立的时候 高生方面呢 是这个新纪元当时的理事长吧 也就是独中主席啊 郭先生帅里的好一些 拥有的成员 教育的成员 讲师到一所所学校 独中去访问 去跟孩子们讲 跟老师们讲 我想这种群众工作要做了 但是今天我们看不到 新纪元有在做这样的东西 你这是一个群众运动的产物 但是他最后失去群众心 这群众心了 他就要走进 跟其他大专业叫竞赛的领域 那么这种竞赛呢 是比资本的 你有没有钱啊 有钱我可以请到很好的这些讲师啊 他们要高兴聘请嘛 所以这样一竞赛下去 新纪元的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怎么跟那大财团 做背景的这个学院竞争呢 所以我想这个群众性很重要 因为这个前进啊 主要就是这个群众性失去了 也就是说 独中的董事啊 校长啊 老师啊 切发这种民族的热忱啊 鼓励孩子 进这个新纪元学校 那么学院 新纪元学院本身反过来呢 也很切发这种主动性 跑进这个 独中的这个学生群 老师群里面 做这种群众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学院在跟这个 这个 这个 教育的主体啊 就是这个 这个系统 慢慢脱节 慢慢脱节 哦 哦 吴校长 不知 方便 不方便回答 你是 你是不是 就是新纪元学院的 理事会的成员 或者是说 新纪元理事会的 董事会的成员 早前立的时候 我是 后期没有了 哦 我是他的 他赞助人吧 永久赞助人啊 哦 现在也是永久赞助人 还是的 所以说你也有话语权是吗 在新纪元的问题上 嗯 我已经拒绝发言了 很久不想讲话 因为你话语权嘛 你有资助啊 你们来问我 我想这时候也应该讲一讲 因为 主要带动这个新纪元发展的种种 今天越来越不像样了 嗯 这个是一个华教运动的危机啊 嗯 董董在这方面 你认为他做的哪些部分 不太是我们心里所想象的那样子的情形呢 他没有尊重教育专业 这个是最大的悲哀 不懂教育要领导教育 那不懂教育要怎样领导教育呢 你就是要尊重教育专业 我们在经济上 在社会上 在政治上 给这所学院支持 来到教育这一块 你就要尊重这些学者 专家的 教育的意见 即使他们之间有 有不同的看法 你也不能够 强加去感应的 嗯 今天就是这个 这个土 土专家要去领导这个 这个教育啊 嗯 所以您建议我们还是有 更多的新鲜的血液比较好 是吗 你说什么 我们在新鲜园的校园呢 还有更多的新鲜的血液是比较好的 年轻的血液比较好 是吗 血液嘛 你说 科系吧 对 科系 不是就血液新鲜的骨干 新鲜的一些人才 出现才领导这个大学才比较好 是这个新鲜园的主导权应该是在这个学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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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理事会里面 而不是在种种或者教种 或者我们叫做董事会 董事会只是做一些涉及到财务 社会因素 政治因素的一些决策 对教育的东西 还要充分给这个理事会尊重 今天不是这么一回事 今天这些自称懂得教育 事实上最不懂教育的人在做决定 你叫这个院长怎么做事 你叫这些系组人怎么做事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外行二领导内行 所以您的意思是不是说 整个新纪元目前所面对的状况和问题 主要是因为整个体制 还有整个背后的管理团队出现了 这是人的观念 人的观念 这好像独钟也是这样 今天独钟也在面对一个问题 是董事会要慢慢退出这个 干预教育领域的这个舞台 董事会应该还是抓财务 去抓政策 这方面的 具体的一些校长的聘请 董事会有权利 聘请也就是说 职员要怎么聘请 教员要怎么聘请 你是要信任这个校长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呢 出现这些状况 是不是因为人的私心呢 还是里面的内斗的问题 管理观念啊 我们的传统管理观念就是 我有租权 我有租权 我就有话语权啊 所以这种管理观念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从我们的文化传统留下来的吗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文化传统 我们现在还在教导的 就是同样的文化传统 那培训出来下一代不是同样 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吗 不会啊 下一代会造反啊 因为下一代他接触的不是 你这个学院或者这个学校的教育而已 他有很多管道啊 中国internet怎么鬼都有啊 所以他会比较啊 对 其实你看现在新学院就出现了一个新 你看那个理事会当中出现了新的一个人才 刘震东 虽然他是一个政治人物吧 但是他其他方面也有很多才学的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把新学院学校交给他的话 你感觉新学院学校会走得越来越好吗 那条件是他不要搞政治 所以政治如果牵涉到教育 确实也是一个问题的 但我们看到像你说 其实现在新的一代的他们很多会反 对不对 其实在从接受中文教育 或者是这种华文教育出来的人呢 会真的就是把自己的这个未来 或者他族在政治或者为人民奋斗之类的 这样子的人有多少呢 我们看到好像几乎都不是来自这个独宗 也不是来自这个华文教育的背景了 反而是来自这个国中的人会比较多 是 我们的教育是太过强调权威了 太过强调权威了 太少重视这个独立思考了 所以有独立思考才会追求真理 要追求真理就要准备牺牲 奉献 这样的精神呢 在华文教育里面比较少 华文教育是强调什么 你要爱你的民族 爱你的国家 那么他们是以这个他们的领袖展现出来的 那么处理不好就变成你要效忠于个人 而不是重新于这个组织 所以组织运作的那些原则就变得模糊了 那个领导讲的话变得很重要 就是我们靠人质不是靠那个法制 这个整个整个系统的运作机制 我们不大在意 不自走程序不要紧 只要上面点头就行 政府不是这个样子吧 是啊 所以吴校长你说的这个也说到这个点上了 那为什么现在整个中文教育 包括像新纪元学院 好像感觉上也没有意愿朝着这种教育方式发展呢 就是启递这些学生的这种意识发展呢 我觉得学生群有这种意愿 我觉得讲师群也有这个意愿 但是董事会不会放手 这个就是他的悲哀 所以说到最后还是董事会 就是背后的管理人的问题 对 或者在这里 吴校长可以给我们建议一个制度吗 就是怎样才能校学校里边的人管学校里边的事情 学校外面的人只是管学校外面的事情 不要插手学校里边的事情 这个这个学术自由啊 这个这个东西啊 要要能够得到尊重 孩子的这种 表达自己看法的自由 等等 学校园里面的建设自由 学生可以对社会问题 对国际问题表达 会遭到什么警告甚至惩罚 其实这一点像马大好不了万一群 对不对 我记得我进大学的时候 那是1970年了 五一三过后 我记得学生会 我看到一张很大张的人头照 却在学生会的这个办公室外面 我记得他们这个是谁 感觉是列宁啊 列宁是谁啊 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人啊 这种就是这个学生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这个学生会是 里面的主导力量 是这个社会主义俱乐部 社会主义俱乐部里面有好一些 对这种社会主义有热忱的学生 那社会主义俱乐部有什么奇怪 他对穆萨伊德早期 比如说在新加坡 这个马亚大学读书 也是说剧俱乐部的成员啊 所以我是说给他们自由去信仰 只要他不会长得那种破坏力量 那当一个时候他会觉得 这个方向不对 我要调一调 那个方向不对 我要调一调 这种自主成长很重要的 有人说现在这个新纪元的问题呢 有可能是因为有背景 有很多马华的介入 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是因为马华介入 一度马华介入 在新建事件的时候 种种就借助马华的力量 来清理内部的干部 清理这干部 所以那个时候 马华的影响力是很大的 但是505过后 马华介入都犯身不死了 还有什么能力去管这些东西 所以我倒觉得 今天讲马华介入新纪元 或者介入种种的这个内政呢 这些都是不确实的 其实也知道 其实昨天晚上 我还到林连玉基金会 去看了一个辩论 辩论的是什么 一个源流制度下的 一个教学的 一个辩论题目 其实这样的一个题目 会为大家有很多的深思 和对于社会的一些反省了 但是在我们在华教 这个体系当中 我们也知道 不知道就是因为你也身为 林连玉基金会的主席吗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或是在新纪元的问题上 或是在整个我们华教的问题上 那么林连玉基金会 能够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 我们一路来所提的一个口号 叫做精神领航 精神就是林连玉精神 领航就是我们要引导这个理论 要做一些理论建设工作 这方面我们才只是在开始 就是林连玉先生提的这个多元性 民族平等 那么在这基础上 大小民族都可以自由的 去表达他们的愿望 去呈现他们的文化 所以他的精神简单的讲 就是我们叫做多采多知 共存共荣 所以没有一个民族 可以欺压其他民族 即使它多么强大 相反的 它来过来扶持这个弱小的民族 不管是在经济上 或者文化上 或者教育政治上 所以林连玉精神这个提法 是很符合今天 冷战结束后 世界走向这个多元开放 这样一个趋势 我们发展这个林连玉组织 就是基于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到来 所以很自然的 我们的这个看法 会跟政府的这个指导 指导这个政治路线充创 政府提的是什么 马来霸权主义 要人家重塑于它 甚至要消灭人家的文化交易 但是今天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大趋势是 弱势者必须得到照顾 得到尊重 所以我是觉得说 明天已经大概可以做的是这一方面 意思是说 也是为华社出生 为华教出生 也不单单是为华校 是为弱势者 像我们会支持大米尔学校 大米尔学校现在好多学校 在争取成立董事部 我们支持他们 因为董事部就是这个学校的保姆 民办学校没有董事部 怎么可以生存呢 所以就是更交向多元了 对对 其实最近 我们是为弱势者发生 那我们的理想就是平等 是 其实最近也挺让我们 就是每一个华社的人 华人心烦的一件事情 就是每天报章 你一翻开报章 就是董总的事情 很多都是这样子的新闻 所以想问一下 就是吴校长 你如果按照您的意见 我们怎样才能够结束 今天的这种乱象 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来一起为华社 来一起为华校的未来 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想法 我的想法 我的看法还是这么 还一样的 就是要平等对待你的伙伴 你今天多么强大 多么先进 你都要尊重那些不那么强大 不那么先进的伙伴 只有这样的一个尊重原则 存在 而被遵守 才有可能恢复 华校过去的那种团结局面 如果今天你有一个组织 自称是老大 其他人只能够接受你的领导 否则就被排挤 甚至被打压 甚至被作为华校叛徒 要这样的话 这条路就越走越窄 其实今天总统的处境就是这样 这种讲到底 如果你从政治哲学去分析 这个就是指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 左倾右致病 我们叫左倾右致病 左倾右致病 孔子很早就看到这个问题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 这君子要互相尊重批时间的那种差异 看法上的差异 地位上的差异 那么你尊重了 你就懂得跟人家和谐的相处 那小人是同而不和 小人为什么会同而不和呢 就说你要和我一样 不一样我就跟你打 我就要遵徒你 这是野蛮的 野蛮的逻辑 一统天下 那今天是什么世界了 现在还在谈这种一统天下的思想 所以我想 我还叫这样乱 它是一个时代的转型 带来的这个现象 那么有智慧的领导 他知道时代要转型了 他要顺应时代的要求调整自己的看法 继续可以领导 那么没有智慧的 他就是强调到 林北最大嘛 所以他的后果就是这样的悲哀 你看我们整个华文教育的 这个团界网络 在政治术语上 我们叫统一战线 在这个 Aziz报告书之前 就是林园义主导 这个华教运动那一个时期 是教育的带头 虽然董总是他的盟友 甚至一度马华也是盟友 实际上教育带头 但是林园义什么时候去讲说 我们教育 然后要主导一切 大家要跟我走 没有的 是的 所以现在这整个时代呢 就应该是新的转变了 那我们非常感谢吴校长 今天跟我们做了这个分析和分享 确实也希望会有更好的一个转机了 是 谢谢吴校长 谢谢 对 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 再见 再见 拜拜 那其实吴校长 非常对 有很多东西呢 现在也不是说要 你不能够说你不一样 你就要打 把对方打倒之类的 那我们一位听众留言提西冠 他说 他可能刚才就听到了 这个董总的副主席的说法吧 对对 许先生的说法 对对 他就说 其实 谈的都是民族文化 也没有谁提到这个学术研究 应该是怎么样 或者可以 能够得到一些 一些学术成绩 有没有这样子的成就 都没有谈到这些 这是什么样的高等学府 所以他说 即使有孩子呢 他也不让他们到这样学府求学 他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现在整个星际园呢 可能内部有好多老师 或者是在管理城的人方面 他们专注的好像也是在 一直在谈民族文化 也没有告诉你学术成就 学术研究有什么样成绩出来 所以人家会担心说 现在现今这个社会 我要的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 而是在学术方面有成绩 那我才会把我的孩子 送去给他去就学 所以或许确实 很多时候要学术自由 刚才就是无效党也提到的 让学术去更加的自由发展 更独立的发展 更专业 那我觉得如果说 有更多的这个学术专业的话呢 或许这个才是真的能够 吸引学生去上课的原因 现在华教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曾经读过一句话 不知道是怎样的 是最终我们华教面对的是敌人的 是我们本身自己人的内部矛盾 还是敌我矛盾 然后但是现在确确实实 每个人都在为每个人多争得一杯羹 你无论是我们现在谈到的董总教总 还是有关于华社的其他的这些组织 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组织 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在做着考量 但是有谁能够99%为自己在做着考量 能不能有1%的精力为华教的未来着想一下 最后我想说最后一个东西 刚刚就是吴校长提到的一个点 不要因为自己意见跟你不同 你就要想尽办法打压他 或者用很恶毒的语言 或者是很不礼貌的这些语言 尤其是有一些听着榴莲台的朋友 我希望你们 就是如果你们觉得这些意见不同的话 大家可以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不要用一些很难听的一些字眼来骂 这些跟你意见不同的人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让整个社会进步的更好 就要有建设性的意见 彼此包容彼此尊重了 彼此学习 那到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明天同样时间再会了 拜拜 拜拜